小时候开完家长会 他骑着自行车载我回家 走吧 阿妍 你路上 是不是有其他同学家的车 从身边经过 阿妍 我下意识地把头埋低 直接往这条路快点走完 但如今想起来 其实那天刚下过雨 路上的空气新鲜 夕阳落在他的肩膀上 他的头发还很黑 彩蛋车的腿也很稳 好像能永远陪在我身边 都说喜欢一个人 就会记住他的全部 他新换的号码 会很快背下 这书也太亮了吧 提到过的礼物 会悄悄收藏进购物车 谢谢 忌口的东西 会在点外卖时备注 至于当英国的事情 那 给你 那无论如何也会做到 这配色很贵的吧 你不用给我买的 都说过要给你一个惊喜啦 只是 本以为我对他这么上心 他也会用同样的方式对我 当当 喜欢吗 喜欢的色号 他记不住 我点了弯弯 爱吃的口味 他老买错 你又买原味的 就连说过的话 也常常被当成耳旁风 都说了这件衣服 不能激起的 啊 好 像这样记仇的次数多了 也免不了 有爆发的一天 我真受不了你了 分手吧 不就是毒椒买成了牛奶吗 大不了我再去一次嘛 这不是喝什么的问题啊 你到底懂不懂啊 本以为自己白天说了那么过分的话 晚上肯定很难收场 但回家后才发现 怎么才回来啊 吃饭了没 还 还没 这饭都凉了 算了 吃这个吧 你等一下啊 马上就好 我早上说的那些 你不生气啊 那个啊 你不是我都忘了 你不不许了啊 给 知道你还吃了啊 快吃呀 待会儿又来 原来 喜欢一个人的方式有很多种 擅长记住是一种 而能够忘记 也是一种 为什么有些人明明不喜欢对方了 却迟迟没有提分手 恋爱一三年的朋友说 因为怕麻烦吧 解不出分手这件事到底有多麻烦 但怕倒是真的 万一他一时冲动 做出什么过激的事情呢 万一再谈一个 发现更不合适的 而且我先开口的话 他那些闺蜜肯定会说我咋 说到底 你还是怕做坏人吧 除非对方犯了原则性的错误 你回来了 否则想分手的人 总想找一个完美的分手理由 一个既能离开对方 又不破坏自身形象的理由 你这段时间到底怎么了 只是仔细想想你就会发现 又想分手 又想做好人 这本身就是一件很荒唐的事情 没事 我也睡了 所以很多人才会退而求其次 宁愿用挑毛病和冷暴力 逼迫对方先开口 我真的受不了了 我们分手吧 然后再迅速带入受害者的角色 好 说实话 这样的事情我见的并不少 身边也有谈了几年的情侣 我们在分手后还闹得不可开交 也只有在很久之后 当他们回过头来再看时才会感叹 你干嘛不理我 你干嘛不理我 哪怕当初只是直白地说一句 我真的受不了你从来不做家务 我不喜欢你的消费官 对不起啊 我还是接受不了你的负责 也比变着法剧强占斗的制高点要好得多 因为感情里伤害最大的 我们从来都不是真实和坦诚 而是虚伪和欺骗 你饿吗 不饿啊 怎么了 没事 那快睡吧 多一点了 阿妍 你怎么了 是不是来立架了 这日期也不对啊 你等着啊 我下去给你买药 你下楼了吗 你还疼吗 我马上去要点 不用去了 我不疼了 真的 那我现在回去 那个 既然你都下楼了 就去隔壁带罗斯粉呗